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是中美建交之后 中方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 一直都是中美友好的重要象征 关闭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总领馆 就相当于关闭了一扇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沟通了解的窗口 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民间友好都造成了损害 而且美方所罗列的所有理由都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黄 没有一条能拿得出证据经得起检验 对于美方的蛮横无理 中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的反制措施合情合理合法 也完全符合外交惯例 中方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与美方打什么外交战 因为这只会对两国人民的利益造成更多的损害 发动外交战也并不证明美国的强大 反而暴露出美国越来越缺乏自信 如果美国还要一错再错 那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我们的主持人 建议